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各品牌熱騰騰的新機種啦 首先Kiss Break 你要讓我們來看的號稱 所有少女們一看到它的自拍功能 一定會愛上 對 這個自拍超強 不過我先來看一下它的背蓋 Vivo V29 為什麼我要兩支放同樣顏色在這邊 因為你不同角度看下去 它就是不同手機你知道嗎 因為剛剛綜藝姐來問我說 為什麼要放三支手機在這邊 我說這個顏色不一樣 大家都看得出來 不過不同角度看 你看後面這個3D的那種成像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 它這個是有採用特別的幾乎叫什麼 3D粒子那種 弄一個像水墨畫 所以不同角度有不同感覺 那他這次更厲害 他拍照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叫做補光燈 補光燈每個人都有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特別厲害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 就是感覺人家在直播的時候 不是都要補很多大大的圓圓的燈嗎 不會有光環這樣圓圓的光環對不對 那它真的在手機上直接給你耶 沒錯 這看起來是不是 就是自帶效果 對 自帶那種環狀光的效果 在很暗的地方拍的時候 真的就是它只能依靠感光元件去拉亮度 但是你補光燈下去之後 它整個是非常的自然 這個揉光燈看起來很厲害 其實很強 對啊 很自然 那它其實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功能 就是說像我們在夜店裡面 在Pubber裡面 其實常常有紅燈 藍燈 綠燈那種東西 那這個補光燈的強度把它壓下去之後 它其實膚色就可以還原 而且是變比較自然 譬如說像是我們拍Model的 紅燈底下 然後直接用補光燈壓過去之後 它膚色就會出來了 然後人像模式它的柔膚效果 或是美肌效果都很好 那剛剛其實我們也有做一些自拍 它也會讓你覺得很自然 但是自然到你就覺得 對 我就是長這樣子沒錯 自我加分很多 對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然後整個在柔膚 或是在一些去瑕疵部分 我覺得都相對的自然 拍照是這樣 影片呢 動態的呢 我覺得它這個影片很厲害 它有一個模式叫做 微電影模式 那這個模式呢 你選進去之後呢 它可以選風格 譬如說我們現在很多短影片 譬如說我要拍一個 時尚感的影片的時候 然後我就把它 來 小旭 小旭 你就站在你的 你地球黃金線的前面 現在呼叫時尚感 是 是 是 時尚 然後我選了模組之後呢 然後我就開始 1 2 3 1 2 3 1 好 來 我們再下一段 來 下一段再來一次 3 開始 這麼活潑 好 這樣能拍出什麼很好效果的東西嗎 拍完之後呢 當然小旭沒有什麼時尚感 所以我們這樣 就可以把它結合起來 儲存之後呢 它就會結合成 一段可以幫你配樂的一個影片 但你有聽到我在那邊Q1 2 3 尷尬 那聲音可以把它拉掉 對 它厲害的部分就是 它每一段影片 它都會幫你下節奏 它就會在你的節奏點上 幫你切換下一個短影片 哎呀 那現在 你知道現在很多平台 大家都是專門在做這種影片 對 很心驚 感覺好像你可以很無縫接軌 就立刻先介紹 對 所以你這個根本就不需要想說 我還要去後製再拼貼什麼之類 我就直接無痛按下去 全部拍完之後 就集成一支短影片 好 這個是完全打到少女的心對不對 所以這一支就是一萬多塊錢 對 然後就可以達到這一些的拍照 或是影片功能 對 自拍人像 然後還有一些補光燈 然後還有短影片 超吸引人 所以如果您的手機 你覺得你最需要它的功能就是拍照的話 它贏了 它贏了 真的 它贏了很多了 對 沒錯 那接下來紅獅 我們再來看到了這一支 相機功能也很強嗎 很強 跟萊卡合作的強 小米 對 剛出萊卡這個名字就不一樣了 13T Pro 對 萊卡 因為它就是小米 從去年開始 它就一直跟萊卡合作 然後在它的這個相機裡面 就直接搭載了 可以直接看到這邊 來 我們給攝影師看一下 對 給攝影師看一下 可以直接在這邊選擇說 你要用萊卡的哪一種攝影風格來拍照 內建多種風格 對 比方說像那種街頭大師 不是喜歡那種 稍微帶一點暗角的那種感覺了嗎 它就有這個萊卡經典色調 我們來用這個Kiss Play拍一張 比方說我現在接換到萊卡經典 那我就這樣出來之後 真的是願意擺拍 對 它直接出來就會 明明我們現場的光是自然的亮的 但它處理過了 處理過了 會幫你加一點這種萊卡風格 來味 對 所以人家專業的這種光學鏡頭 確實加持進去還是有差的 有差 演算法也有差 鏡頭也有差 它就是整個讓你用很划算的價格 因為萊卡一台動輒十幾萬 很難入手的話 那你就是用這一台相對評價不到兩萬的就有 對 然後如果說這一台是自拍旗艦的話 這一台應該是出了之後 就會成為今年的CP直升機 而且我們講一下 大家為什麼說熱騰騰 因為就在我們錄影的這一天 它才剛要發表 它下午才要發表 對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錄影的時候 真的就搶先看 當然播出的時候 可能大家已經有興趣的朋友 他會立刻去搜尋 就知道這一台了 對 然後它的硬體 它就是採用4奈米製程的這個處理器 是 對 然後重點是 它還有120瓦的快充 這個是什麼概念 平常iPhone充電充保要多久 我要一兩個小時 對 這台不用20分鐘 所以就是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啊 忘記充電了 沒關係 你出門前洗臉刷牙的時候 趕快把它插著充電20分鐘 20分鐘到100% 對 0到100 因為我說真的 我覺得我的14 Pro Max掉電掉的有點快 電池比較老 是不是都在討論這件事 對 沒錯 因為15出來的啊 對 所以該換了 我知道我剛剛已經都看到了 iPhone15的諸多厲害點 對不對 對 它就是這個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隨手拍出經典大作 沒錯 你覺得小米這支可以 非常可以 超級可以 而且價格又清零 大家現在我們之前比手機 都在比什麼什麼什麼規格 現在大家先講的都是拍照光 鏡頭啊 有幾顆 跟誰合作 可以拍成什麼樣子 然後光學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對 沒錯 好 謝紅師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到的 小旭 我怎麼有一種很強的記事感 怎麼說 怎麼說哪一方面的記事感 這兩隻手機擺上來 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 iPhone長這樣嗎 我只是在iPhone上面 加上了一個以前小海豚的發光被蓋 因為 怕了嗎 因為從側面 就是所有案件的布局 還有 跟樣子 包含它的天線啊 底部 基本上你會感覺就是 你會以為自己看到 它長得好像iPhone 但它叫做NothingPhone 對 但是這個創辦人他很有意思 請問他是哪一個國家的品牌 這是我們廣義來說 他是英國品牌 因為他在英國倫敦正式的這個揭開 這個品牌的序幕 但是他背後他的創辦人 其實是一個中國人 他是從這個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品牌 叫OnePlus 他的這個創辦人 他離開之後 他去創立了這個新的品牌 那剛剛忠義姐說 他很像iPhone 其實創辦人也不會言 就是他是以iPhone為目標 包含他想要超越iPhone 所以呢 他希望在這樣的一個基礎底下 加上一些好玩的元素 那我們從背蓋上面 他這個產品一推出 因為我目前手上拿這個是第二代 然後他是不是就只有這個兩種顏色 對 就只有黑白兩種顏色 但是你注意看他的黑白這兩種顏色 他給人的感覺 又覺得跟一般黑色白色的手機不太一樣 第一個是他使用透明背蓋 整個是透明的玻璃 所以你會感覺他背後就是很漂亮 所以在去年 他剛發表第一代的時候 引起許多人的矚目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實際就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厲害在哪些地方 厲害就在 厲害的地方嗎 我們剛剛 我剛剛不是一直在講背蓋嗎 那背蓋這個部分 他在這個背蓋設計的 你有沒有看到他有很多的線條 那這個線條他比較特別的就是 每一個線條 其實他是會發光的 怎麼發光來 他的這個介面裡面 有一個叫做做取家的APP 那這個APP上面看到這個線條 就是中醫姐可以對照一下上面 這個背蓋上面這個線條 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要幹嘛 這要幹嘛 來 我現在試一下 我現在可以按一個錄製 錄製完之後 好 我現在這邊底下按鈕 我就可以隨意我的節拍 我希望設定成什麼樣的燈光效果 然後你等一下你的版面就會這樣亮 然後我現在設完了對不對 我把它儲存起來 我現在去按播放 播放 真的呢 我剛剛所按的燈光 就是會呈現這樣的感覺 那你說這樣感覺可以做什麼 例如我可以把它設定成來電的鈴聲 當鈴聲亮的時候 他也這樣亮 當我在床頭的這個鬧鐘響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做宣傳 你可以對著你的朋友說 這就是我對你愛的信號 沒有 對你 我跟你講 你們很會 我跟你講 對 這件事情創辦人也想到了 你如果想到愛人來電話 你可以設定只有圈圈在亮 主管來你就讓他角落亮 你就剛你手機放在桌上的時候 看到只有角落在亮 這個電話就不要接 但如果中間的圈圈在亮的時候 就用電話表示要立刻接 很緊急 挺不錯的 但這就純粹就是一個效果 你說 還是說他是很高的技術含量在裡面 當然 當然你要在這樣的一個體積裡面 容納那麼多的燈條 他的燈條不是一般的那種 就是一般LED或怎麼樣 但剛剛看燈光你會發現 他的每一條燈其實都非常均勻 他不是用一個光棒 然後一個燈泡在裡面之後 對 不是在那邊閃 不是 他是每一個燈條裡面都是布滿了 這個小小小的LED的燈在裡面 其實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是蠻酷的 但如果厭倦了一般Android的那種感覺 透過這樣的一個杯蓋 我相信可以讓你創造一個更不同的個性感 如果你是訴求 你是一個很個性 不想跟別人撞機 也不想不想在一般的生活上覺得太平凡 甚至是我們平常聚會的時候 手機放在桌面 背面就故意放在桌上 絕對比那個三顆鏡頭更吸睛 好 這個就是Nothing Phone 是一個新的品牌 這是他的第二支手機 好 謝謝 接下來那Tim哥 我們要看到的這一支 念法先帶我們瞭解一下 Sony Xperia 5 Mark 5 是不是超難念 對...好像學英文一樣 好像說念5V Tim哥說人家有官方念法 我們還是要尊重 沒錯 但他這次其實因為Sony其實在上半年會有旗艦 下半年有小旗艦 下半年小旗艦是符合我們消費者的 為什麼 價格會比較划算一點 但是功能不會少 然後把上半年該有的優點會放到下半年來 比如說第一個他有S8 Gen 2處理器 然後第二個他的散熱處理很優異以外 其實大家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是 為什麼這次只剩變雙鏡頭 但是他有 那變焦那些有厲害嗎 有 他有第三顆 隱形的第三顆 就是他有兩倍變焦 藏在哪裡 隱形第三顆 藏在我們的 比如說你要拍照對不對 對 然後你拍照的時候 給大家看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來 怎麼召喚 好 比如說 我決定我來拍Sony姐 我們叫召喚術對不對 我先拍你一張 然後呢 我再拍第二張的兩倍 這是兩倍了 就兩倍進來也可以小小看到的 小叙了 你有沒有看到 對 我現在給中文姐看 其實 所以這個是你看到兩顆鏡頭 是以為他做不到的 對 但他做到了 這是一倍 一倍就這樣 兩倍 這樣子 怎麼樣 各位 其實是還不錯 還沒講完 那很多人都想要夜拍嘛 對 所以其實 我在那個我們公司呢 我有拍我們家的後製妹妹 他光人跟他的背後的景深是在晚上 你們看他景深其實是很漂亮的 對 跟人沒關 跟那個景深有關 沒有 大家不要被這個人的吃到 你知道嗎 你這個求生欲不要這麼強 Dim嫂現在不在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而且這一張 你看我先講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夜拍都是我們隨手拿起來 就按了就拍了 而不是說你還在那邊對焦很久 或者完全不用 這就是我覺得他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拍出 都可以拍出這樣的照片 對 你可以看到這也是夜拍 這是我們公司旁邊那個日式料理 對 然後你看這左邊 然後這個也是他 你可以看到一般你沒有用什麼人像 你拍起來呈現的感覺也很好 更不用說日拍了 說真的齁 我們剛剛這樣幾支手機看下來 因為大家都強調說 自己的拍照功能各有獨到之處 剛剛看到的這幾張照片 我們如果就一般人覺得說 那我要比較一下誰最強 他是真的可以覺得很有競爭力嗎 老實說啦 我覺得以今年的所有的智慧型手機來講 拍照一定會達到一定的水準 是 再第二個是剛剛其實小區他們都在講說 電池很重要 其實這也是消費者很在意的 所以Sony他這一支 他也強調說他三年 你用了三年喔 他的電池健康度還可以維持到八十趴 對 所以第二個 大家很在意的電池耗電這件事情 他也幫你處理解決了 所以你看看每一支手機 不管是拍照 電池耗電 然後再來就是外觀跟手握感 我現在大家這三個其實是 目前所有消費者在挑手機的時候 一定會看的 所以我認為啦 我覺得很多手機就像小區講的 你可能要拿去外面去摸摸看 然後呢或者是你想要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那你就是不想要三星不想要蘋果 那其實你其他的選擇 老實說他們都還蠻厲害的 而且我確實我身邊有一群朋友 堅持要用Sony的手機 對 我發現他的品牌黏著度很高 對他叫索粉 你知道 為什麼他有這個能力啊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Sony的粉絲 然後只是後來跳槽 但是我沒有 但是不管別人怎麼換 他就說我要用Sony 對真的 其實如果你說果粉人家有一塊的話 其實Sony也有這一塊 但是其實這一塊它有一個好處啊 系統適應度很快嘛 就有些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換機的時候 除了我們撇開硬體來講 為什麼蘋果黏出度那麼高 就是那個系統大家習慣了 那一樣索粉對於他自己的操作系統 你會覺得上手度很高 那我幹嘛要再換另外一個系統 對所以我覺得啦 為什麼常常有人會問我說 我到底要怎麼換機 我都會先問說 你用什麼牌子 比如說你是用Vivo的話 我建議你下一次你就換Vivo 就一樣到零 對 就是都在那個品牌當中一直延續 所以他新的一代 他一定要有賣點 對而且他就會更有感 對要進步 沒錯 謝謝 Tim哥 等一下我們看到是 除了手機之外 現在台灣的朋友們 最愛買的3C產品擁有哪些呢 稍後來 2023購車風向球大調查 台灣有三成多的車主 買車用現金一次付清 明知道平均準備多少錢來買車嗎 地球黃金線首次攜手TPBS民調中心 推出2023購車風向球報導 有完整消費習慣分析以及購車攻略 看完整民調還能夠抽咖啡喔 兩張角色